好,星期一,回到光明頂 今日《光明頂》的題目相當有趣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關注了 除了Boris Johnson離開了英國首相之後 究竟他接任人是哪位呢? 我們都有關心的 現在應該叮噹碼頭 暫時是新偉城和外相卓惟斯 作為一個叮噹碼頭 現在我們的進度大概到9月5日才正式投票 然後首五輪投票中最高的兩位 就可以進入最後決賽 讓全國黨員作出黨魁的投票 不過有趣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上幾次辯論的時候 卓惟斯在攻擊新偉城一個比較親中親華 不可以說親中親華 但是反而沒有那麼激進的路線 但是去到今天 突然間新偉城就面色一轉 突然間就變成一個所謂的仇鷹派 就說如果出任首相 將會關閉英國所有的孔子學院 不如我們先由新偉城開始說 我們最後就說回印度銳在英國 好 不是仇鷹派 突然間變成親中變成仇中 我想在黨內有些大元老重量級的人物警告過他 因為他一直到上個星期尾都口口聲聲說 應該在國家安全大前提之後加強中英貿易 被人知道他仍然活在金馬倫和歐斯本黃金十年的時期 再加上卓惟斯 因為他做過外相 他抗中的姿態很明顯得到至少保守黨 十六至二十萬黨員的認同 所以在保守黨裡面的民票 卓惟斯是超過六成 而新偉城只有三十八 所以急起上來 你也知道很現實 印度人做生意六千年範圍 雀仔都哄得下來 我把口這樣轉一轉 馬上發爛炸批中 這個不是很令人意外 但變了中國問題 變了和國內的家稅放了上台 這個很嫂妓 因為三四個小時之後 BBC就會直播他兩個在辯論 如果這些面向英國公眾 甚至英語世界的辯論裡面 是猛講中國威脅佔有這麼大的時段 這不是他兩個在爭上位一件事 但中國放上台 所以被人當石奸國石堅來批判 這個對中國自己的形象都很不利 不過可能中國無所謂 這麼多年都戰狼外交都爛爛 你就罵吧 新衛城極情斬頂 二鐵一坐上去就 執了全國三四一間孔子學院 並且反指孔子學院是卓偉師做教育大臣 那時候批准成立的有徒為證 做那些簽署 叫破土動工儀式 戴卓偉師做教育大臣那時候 和現在做外交大臣 當然大過女兒 做外交大臣都接觸到很多機密 譬如外商是軍情六處最高畫頭 和內政大臣彭代寧 他都是印度人 等於軍情五處最高畫頭 這些可能是到他們做這些位的時候 接觸到一些機密文件 才懂得面青 變成那個姿態轉了強硬 這個他做教育大臣是很久之前的事 卓偉師 但是新衛城就說要加強中英聯合關係 最新的講話是半年前 就被卓偉師後面的支持者 叫Ian Duncan Smith 這個叫鄧史密 Ian Duncan Smith是一個光頭的少女 Ian Duncan Smith 剛剛裡頭他是被中國現在宣佈制裁 因為他是非常強硬支持香港的抗爭者 所以這次很罕有地的中國問題 就是英國大選爭取保守黨黨內選票的焦點 新衛城這些人道制就很省水 轉態轉得快 有多少誠意就不知了 這個自己去判斷 因為他做在貿易大臣自然 是對錢字比較緊張 因為他說要壓抑通脹 你由個道理來講 你現在英國的通脹不能壓抑 唯一壓抑是輸入大陸多些大陸貨品 大陸熱淺度就不知 大陸熱淺度炒貴地產就另一回事 所以這個問題必然牽涉到中國 你要改善經濟的話 所以又扯進來 就變成了兩個鞭抬中國 看看哪個鞭得夠大力的爭議 香港很多BNO的人比較情緒化些 一看到就說印魯魯魯魯 啊死啦死啦大惡啦 快點去撐出去 那又不需要那麼非黑色白 有時的事情 現在英國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很複雜 那個人在台下拉票的時候說什麼 不等於說他做錯了之後 就一定會做到什麼 還有很多都是要看民意的 我又不信 我又不信 他坐上去蓋了孔子大學 孔子學院坐上去多久才蓋呢 其實他很聰明的 蓋了孔子學院是對英國的經濟影響不大 但是同時就可以圈掩或者叫做宣傳 或者叫做令到中國的威脅就變得幾實在 是啊 剛才說到整個英國首相選舉講分幾段的時候 新衛城一直都是叮噹馬頭排第一 那最後為什麼卓慧斯現在變成黨內其中一個大的勢力呢 就是本身卓慧斯和另一位第三個分了票 那所以為什麼在頭三四輪呢 卓慧斯都排第二 但是入到決賽直路的時候 大家就要歸票了 就是回去那兩個的時候 那不就突然歸票就發覺 沒有理由這個新衛城會變成親華派 卓慧斯會變成親英派或者仇英派的話 那是有點而對於新衛城的政策是有點不對的 那他那個政治壓力和選舉壓力都非常大 剛才陶先生提到那個人 那個叫I.D.S. 就是Ian Duncan Smith 我就剛剛放在Discord那裡 那個中文名叫C字安 C字安其實在整個香港推動BNO 這個6加1的方案裡面是非常非常之大力的 我們平時在電視上面 只是看到彭定康拿著一把傘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甚至彭讀出書大家會去看 但是其實對於整個在英國的親港派 或者道德錦召派來講 C字安都是上議院其中一個大的推手來的 那今時今日這個大佬就在後面發揮作用了 這個C字安還有彭定康還有前國防大臣 這個叫聶德敬是吧 聶德敬當然還有這個香港很熟悉的 叫羅什麼Ben Rogers羅渣士這些 還有就是今次是有份做候選人的董勤達 這個是保守黨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都是非常之強硬和鮮明的親港和這個叫反中派 這件事這個趨勢以前英國很少有這麼明顯 其實整個親港和反中派後面最大的老闆就是莊漢森 不過Johnson肥波他不出聲 就推這些人出來發炮這當然是英國政治的特色 但是肥波就退了幕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變成卓衛斯是得到整個叫做反中親港派後面的 這個主力我想董勤達的票去了他那裡 卓衛斯當然去了卓衛斯那裡 卓衛斯也得到施智安的支持 還有就是新衛城在最後這個叫準決賽的時候 三個人的時候就想配票 就想把那個叫做莫佩玲 他想督高莫佩玲的票 就叫自己一些支持者在準決賽三個的時候 過些票給莫佩玲 等莫佩玲入最後決賽等他去砌低莫佩玲 因為莫佩玲贏不了因為太年輕太長 誰知道配票失敗差五票而已 莫佩玲就輸了輸了給卓衛斯 卓衛斯進來就麻煩了 因為第一他年資比較大一點 46歲 還有做過四個大部門的大臣 還有他也是牛津大學畢業 變了對於新衛城的威脅就大了 新衛城就覺得似著什麼呢 似著她的嘴頭成英國奧巴馬那款 叫做Liu Lung千壽 還有說話那一把口 那個英文非常清晰 是沒有任何口音 她那把聲線和說話 是對於連鄉選民相當於討好 所以她覺得下屆裏保守黨 一定要靠我的形象去贏 你靠卓衛斯呢 卓衛斯的人有點怪上 好像她上次辯論在Sky TV 新衛城說 我支持中醫貿易談判 今晚卓衛斯說 你是不是威脅我們國家的中國 要擴大貿易呢 新衛城在那邊 卓衛斯伸著手指著她 指了成十秒鐘 這個鏡頭覺得有一點點 不知道怎樣 很奇怪 對於英國人來說說疑態 但是這樣 這些形象 又未必不適合保守黨裏面的黨員 他們想起戴翠爾夫人 還有保守黨的黨員平均年齡五十七歲 還有他們不會最大的原因 是不信任新衛城 是第一個督背脊 是堆塌肥波的 尤其他和衛生部大臣 架偉德兩個都是引導裔 一先一後 搞到這個叫莊汗生 沒得怒 莊汗生就將這個 這個恩挑鬼命 就恨之入骨 所以在後面鼓動 這個叫賭新衛城 叫賭新反印運動 是會有很大的效應 尤其是你說到剛才有一個位置 是令到很多 波羅斯雄森原有的支持者 或者保守黨支持者 是有點尷尬和擔心的 因為新衛城過去 在波羅斯雄森上台的時候 他可以說是莊汗生其中一個重要盟友 是拍著上台打倒林翠山 今時今日他最後是負責跳船和逼供那個 這樣也入到決賽 會不會有些離譜的事情 這些上次就是三十年前 貿易大臣叫做夏順廷 你知道他是第一個賭大卓爾 後來也是第一個宣布出來參選 結果他整個保守黨覺得這些反骨制 是沒有道義的 所以才由馬卓安和韓達得出來 就形成一個叫做stop hesitation 就叫做制止夏順廷入10號 唐寧街的運動 結果馬卓安和韓達得兩個就是大家猶疑波 誰做到首相都私下答應 另外那位一定曉以重任 一定負以重任 結果馬卓安做到韓麥德就做外相 跟著肥棒 就去了香港做末代廣督 這次也是類似 因為有時候那些事情 你新衛城做得羊過頭 你那時候 喂 大佬講句坦率少少 你始終都是小數族裔 讓你進來保守黨爬到這麼高 2015年保守黨給一個save seat 給一個很穩陣必贏的議席給你 即是給位你上的了 你入了黨之後 馬上明日之星已經上到內閣 入到內閣 文翠山提攜你 你就對文翠山去買重張漢生 好了到張漢生現在衰了 你第一個踢張張漢生下山崖 然後自己動之旗 這些保守黨人眼中 就打算我們 我們做就行 你就不行 還有這次 不信這些不用說明 不用說明 不會這樣說 還有年輕小子 這麼小子 養到這麼反骨 42歲 我將來讓你進去 你又會出賣誰呢 會不會出賣英國呢 這些是必有戒心的 所以去到最後 今天其實見到選舉有趣 就是當莫佩林離開了第三席 進不了決賽的時候 開始本身新衛城 一直在贏第一排名 去到全國的保守黨的民調顯示 他現在大概只有三成多 未過到半數 所以其實真的 贏不了的 有機會 贏不了的 可不可以這次 靠著打倒孔子後面 可以嗎 給我輸一次 給我輸一次 給我看不中一次 我沒有希望 我又不希望我看不中 這次 因為我都不太相信他 我覺得他贏不了 是吧 但誰做首相 都是面對未來兩年 都是危險的了 然後你要見家鄉 就要面對選民 所以這個做首相的人選 對於那十五至十萬保守黨 待遇是非常重大的決定 因為這兩年之後 你輸大選 可以說是以後十年 保守黨不用玩 不用打算執政 不是呀 不過幸好 旁邊的工黨 不用玩 沒有 沒得玩的 因為你這次要保住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不預知的因素 是吧 所以這次 因為你跟著 你現在的時候換相 烏克蘭戰爭 這個石油家家 OK 還有這個叫做退歐的北愛爾蘭 那個協議的條文 是吧 禁定的通脹 和中國威脅 隨時在台海打仗 英國身為北約的一員 是一定要參戰 這個時候這個手上的人選 是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一個很強硬的鷹派 這個新衛城 他從讀書開始 他沒有很顯示到一個很強的保守黨的信仰 被人覺得圓滑一些 但是他就指責卓偉斯 說他在牛津的時候其實是自由民主黨 自民黨牛津學生團裡面的那個主席 是吧 他不是真正的保守黨 而且他當初也是反對退歐 就是說 他說卓偉斯不是一個堅定的保守黨人 那麽卓偉斯就承認的 他說我當初我是很希望留在歐洲 但是既成事實我一定是跟黨 是吧 那這個他也都 因為在牛津自民黨的時候 他是傾左的 他偶像是Petty Ashton 是艾斯丁 但是後來他見到那些左膠 可能那些思想太過蔓延 他一畢業就改投保守黨 是吧 那跟著大選都輸了兩次 他掙扎上來都很辛苦 但是沒有新偉誠那麽順風順水 是 但是新偉誠剛才你這樣說 無論去到哪一個都好 突然大家打了一個招牌 就叫做一個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招牌 現在中國政府外交部也好 環球時報都發了聲明 就說你不應該炒作這些問題 甚至乎新偉誠也加了一個大的駐馬 就說首先剪掉孔子學院 之後你又要修改法例 甚至乎要做一個類似北約式的聯盟 去應對中國 這個中國牌 其實無論兩邊都好 這次無論卓慧斯贏也好 還是新偉誠也好 都是大打中國牌 作為他一個共同的政綱 這個是不是英國保守黨 已經變成一個政治政黨立場 這個一定是 而且會帶動到工黨 將會這樣 就算去一萬步 新偉誠就算做了這個首相的話 都會很大機會都會用回卓慧斯 卓慧斯也說如果我輸了 如果新偉誠找你出任大神 你做不做 他說他也做的 所以這一場的對壘就不是說 好像川普對拜登那一場 是這麼充滿個人的仇怨 和深受大恨就沒有 英國本身政黨選舉都不是美式那一場 相對成熟一點 不是成熟一點 大家都知道在玩什麼遊戲 所以中國這樣無端端被人放上桌 當然你這麼多年戰狼外交 被人這樣的形象 OK 和完全都好像不在乎這樣 就會在難年 人家對你有這樣的觀感 這也是很邏輯的 是吧 不過這次英國的選舉 可能大家去留意的時候 都要看一看 英國的選舉和美國的那種做法 是非常非常不同 其中一個不同的是什麼呢 記得美國選舉 我們會看到很多大巴 很多車 Bumper stickers 巡迴演講 美式的選舉是說 以億計的選舉獻金 在英國的選舉 其實那個金額數字 是低度和香港選舉差不多 甚至乎更低 所以你在這次的選舉 相對地文明理性很多 像陶生所說 都是聽聽辯論的就算了 是不是和你的見解 美國有錢 最大的原因是美國有錢 後面財團企業多 是吧 贊助捐錢多 一個石油工業 軍火工業 另外一邊就是華爾街 和植局這些高科技界 是吧 那個場 那個賭場 是平鷹這樣 烏煙漲氣人山人海 駐馬和籌馬是如堆積如山 英國根本沒有錢 英國的企業都沒有錢 所以就搞到韓宣也好 樸實也好 這個觀點與角度 是吧 好了 我們新聞回來 除了講講今次的選舉之外 亦都講講看 看來東升西降 全球好像有一個民族 真是崛起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一日放送 立即like、share、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按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